做了一點調整 剛剛我們僑務委員會的 同務委員長特別提到了 我們今年特別改由 我們讓所有的僑聲 這些學子來報名 我們要比賽的是 鄧麗君小姐的歌唱大賽 真的很棒 因為鄧麗君小姐的歌曲 可以說是在有華人的地區 真的是所有人都會傳唱 而且尤其是在日本泰國 這些地區 大家也是非常喜歡他的歌曲 沒錯 像我們現在有的時候 到國外去表演 常常的接受點歌 也都是鄧麗君小姐的歌曲 所以你也是朗朗上口囉 當然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會唱 是的 你知道這個同務委員長 為什麼會這麼想到 這樣子棒的一個點子 當然也就是 他在泰國當代表的時候 他就很清楚知道 連泰國那邊的僑胞 也非常喜歡鄧麗君 沒錯 所以這一次鄧麗君的歌曲的歌唱比賽 的報名可以說是相當的踴躍 總共有74所學校 184組的報名組數 有215位的參賽者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歡鄧麗君小姐的歌曲 沒錯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他們好像重新編曲 就是雖然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老歌 但是他們也用最新的這所謂的曲風 來呈現 所以非常的用心 那麼這一次歌唱比賽的冠軍 我想最大的殊榮 除了是冠軍的頭銜以外 是能夠站在一個 這麼大型的一個舞台上面 這麼重要的一個慶典上面 來呈現他的歌音 所以不得了了 所以我想他也是在這麼多的人當中 200多人報名參加脫穎而出 真的是獲冠斬將 才能夠站到今天的舞台上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期待 當然這也是我們這一次 在這個潮生鄧麗君 金曲歌唱比賽當中 我想獲得冠軍的歌手 所以也可以說是我們的金曲歌王 是耶 相當的不容易耶 要這樣脫穎而出在這麼多的高手當中 那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稍後他們的這個合作的演出 我相信也會是很多的觀眾朋友 相當期待的 沒錯 但是我們也希望 大家要給他們最大的鼓勵 因為這些都是潮包的學生 那這些潮生 其實我想他們是業餘的 所以等一會兒 一定要給他們最熱情的鼓勵 才能夠感受到 現在這個舞台是值得的 沒錯 好,那回到我們現場 可以看到我們109年 就是我們潮生的鄧麗君金曲 歌唱比賽當中脫穎而出 來自於我們台南藝術大學的 馬來西亞潮生 讓我們用最熱熱的掌聲的歡迎 黃崇禮 以及小鄧麗君張俊筠帶來的 永恆之心經典傳唱 演唱OT 《熱的掌聲》 我 你忘記你忘記我 連連影子你都說錯 證明你一切都是在騙我 但今天你怎麼說 你說過兩天來看我 一等就是五年多 三百六十五個兒子不好過 你心裡根本沒有我 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你忘記你忘記我 連連對你都說錯 證明你一切都是在騙我 看你今天怎麼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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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說過兩天愛看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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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by you 十五個人日子不靠我 你心裡根本沒有我 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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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Yeah 謝謝 謝謝